来看到台北上柯文哲在接受电视媒体专访的时候呢 他是批评蔡英文政府面对中国的这个打压是非常的强势 这样子呢跟中国大小生对事情没有帮助还脱口而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立刻引发批评 蔡英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说如果他继续当你这两岸到底要怎么解决 这是他要回答的 因为这个弄得太僵了 我跟你讲华人你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他这个很爱面子的国家 那你这样给人家 你就是要跟人家大声小声 那我讲我觉得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台湾的主权 我每次说我们世大运我们也办成功了 我们有哪一件事情没有顾到台湾的主权 之后虽然是否澄清说这一段专访是说 华人或是中国人并不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是原因重现的时候呢 可以听到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子一句话 没有错 那这样子的言论恰当吗 也立刻在网络上印发讨论 我们在网络上印象中这一段专论 我们在网络上印象中这一段专论